2019年双十国庆 台湾驻捷克代表处举行酒会 由台的捷克参议院议长科加洛夫妻 带领议员对台湾献上祝福 科加洛跟承诺 总统大选后 二月要访问台湾 但一月底他却奏势 一双跟女儿接受捷克公共电视专访 指控死因跟中国有关 维拉透露 一月十七 夫妻俩一起参加中国大使馆农历新年宴会 中国驻几个大使张建敏要求他回避 然后把科加洛带去密室会谈 两人谈了半小时 科加洛离开时紧张又愤怒 还告诉他别吃中国提供的餐食 张大使又逼我别去台湾 在这场不愉快的密室会谈后三天 科加洛心肌梗塞死亡 维拉还说其实一月十四 立场亲中的捷克总统齐曼 就要求科加洛不要访台 并转交张建敏施压信 心上要求捷克遵守意中 甚至威胁他们家人安全 捷克总理巴比斯证实 中国大使曾致函料狠话说 政府会为科加洛访台付出残痛代价 遭受死亡威胁的还有 首都布拉格市长赫瑞普 外媒报导 他移除前苏联元帅科涅夫雕像 被俄罗斯锁定暗杀 有俄罗斯人带着生化武器进布拉格 让警方对赫瑞普裁区保护行动 一月先由犹太议长猝死 现在布拉格市长又遭受威胁 极客政坛很不平静 三菱新闻将问贤刘家伟 陈彦豪 周宁台北报导 三菱新闻